直到如今 认个错都不行吗 朕有何错 要不是你听信谗言 怀疑我 不让我出征 女军就不会带兵出征 她不出征 怎么会死 我黑国能争善战的无教无输 最后 你都请你帮我亲自带兵出征 朕真是黑国的品质大儒啊 朕再说一遍 朕不让你出兵 不是因为听信其他人的谗言 那又怎样 你倒是说说 朕有别的原因你无需知道 一国之军 你曾经六无寡断 疑神疑鬼 害死了自己的皇后 犯下如此的大错 这是见大的笑脸 你现在居然死不承认不知悔改 这是魂军 魂军 胡说什么 要不是看在羽军的份上 你现在已经人头落地 来呀 皇上 我们是曾经证供无术 都是国诈 他也是因为丧国之徒 所以才一时口口遮拦 请皇上赎罪 请皇上 守护闭嘴 卫宝 承王 你别说了 大公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大公 你若现在退去 我今日面当什么都没发生 你别说了 相军 别再说了 大公 大公 不要 我让你 我让你赔个礼 给羽军赔个礼道个歉 就这么难吗 大公 我有什么错 我当初把玉军嫁给你 我正是 下了眼 你让他还不说话 让他还不说话 让他还不说话 承儿 不要瞧他 他是个混军 既然如此 你就别为朕 死灭吧